日拼启程前往休斯顿 张本志和参加三项希望拿奖牌 今天中国乒乓球队从温州出发 前往美国参加时评赛 无独有偶 16日日本乒乓球队也出发前往休斯顿 准备参加23日开幕的时评赛单项比赛 日本男拼的头号选手张本志和在本次时评赛上 不止参加单打赛事 也意外的组队参加男双和混双的争夺 在成田机场登机前 张本志和表示自己希望在单打中拿到奖牌 在东京奥运会上 张本志和原本被日本乒乓球界 寄予向中国发动挑战的厚望 但是却在16强止步 为了备战这次的时评赛 他从11月1日开始参加了两周的集训 谈到时评赛的目标 张本说希望三个项目都进入前八 因为到了那里 就会碰到中国选手和海外的顶级对手 关键是打到八强后怎么再往前 希望可以一步一步的晋级